综艺上,当女主跑来痛斥我的舔狗行为时,我毫不犹豫地对了回去,我来这里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推了推脸上的黑晃眼镜嫌弃地说道,是吗,那你赶紧离开这里,这里不是你能待的地方,我在哪里,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欲挑眉反问,你,哼,总之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白小小雨夜,气闷地说道,这时,她已经注意到她身边的影帝顾灵寒了,眼睛瞬间亮起,露出最甜美的笑容,礼貌地伸手打招呼,顾影帝,你好,我是这次参加恋爱综艺的白小小,是一名歌 作为一个身世有修养的影帝,最基本的礼貌还是有的,她淡淡点点头,刚准备伸出手,浅浅回握她伸过来的手,我冰凉平静的声音,冷不丁地从身边响起,顾灵寒,男人当即一愣,怎么突然感觉背后凉嗖嗖的,莫名其妙地有点心慌,不自觉地收回了手,淡淡说道,我也是这次参加综艺的嘉宾,白小小故作惊讶,夸张地捂住嘴,天哪,顾影帝还需要上节目找对象吗,我嫌弃地翻了个白眼,拉着顾灵寒的手臂 没好气地说道,走了,再不去进去,好的房子就被别人给占没了,顾灵寒对于我今天突然的贴近和反常感到莫名其妙,每次被迫和我见面,这人都是恶语相向,做天做地,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若不是看在爷爷的份上,他根本就不会容忍这样的人在自己面前蹦打,还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生怕别人见我一眼就会爱上死的,对于这个作惊,他只有不耐烦和厌恶,也没兴趣调查我的资料,顾灵寒皱眉不悦,男男受受不亲,不要拉扯,我自己会走,烦死了,快点进去 不然我生气了,暴躁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娇,让男人不自觉心颤了一下,神色不自然地明明唇最后妥协地被我拉着走,白晓晓还是第一次被我这样无视,气得剁了剁脚脚,看着两人拉扯的背影,不甘心地喊道,沈时言,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吗,我转头,细屑地挑挑眉,等会你就知道了,哦,对了,顾灵寒,你把我行李箱拉过来,我理直气壮地指挥着影帝干活,沈时言,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男人额脚轻筋直跳,咬牙说道,我� 转翘的睫毛在镜框里呼上呼闪的,冲着他眨巴眨巴眼睛,你真的不去拉行李吗,那双灵洞闪着脚侠的桃花眸,直直地落入男人的眼底,一时间他有些心神荡漾,落花儿桃般地跑去拉丢在不远处的行李箱,我斜靠在门框上姿态懒散地等他,看着他逃跑的背影,忍不住笑出声音,男人拉着两个行李箱,经过我身边,心头莫名地涌起一股火热,忍不住出声提醒,进去了,影帝拖着两个行李箱,进到屏屋宅院 高大帅气的身形瞬间进入了直播观众的视野,后面还跟着一个一身黑乎乎的戴着黑色口罩和黑矿眼镜的看不清样貌的男子,弹幕瞬间飞起,哇塞,哥哥今天穿了一身白西装,好杀我呀,这是哥哥的新助理吗,为什么他不提行李,反而是哥哥自己一个人提着两个行李,呜呜,国民好雇主吧,我到处张望着,像是寻找着什么,终于我在一群摄像机大哥后面看到了蹲在后面的总导,我缓步走上去,礼貌打招呼,上导,你好,现在我可以去寻房间了吗,上导看了 这个奇葩富二代,一定能给节目带来冲突和热度,本来这个房间是谁先到先选,他突然灵光一闪,决定等人骑,增加环节,自由搭配两两一个屋,上导机动开口,等等,等人骑了,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再通过游戏环节做决定,我无语,怎么这个总导不按剧本走,算了,等着吧,我静止走到一颗枝叶反暴的榕树下,那里有一个木质的躺椅,我动作轻盈,旁若无人闲散地躺了上去,轻轻摇晃了两下,拥抱着语调,清脆 喊道,顾林涵,快点过来,顾林涵其实从进门,目光就一直有意无意地盯着我,突然见人喊自己,心底没来由地生出一阵喜意,几乎是毫不迟疑地抬腿,脚步不自觉加快地来到我身边,叫我过来干什么,男人语气生硬地询问,叫你过来给我遮光,我想睡一会,等人到齐了再叫我,又是理所当然的语气,那一副娇精又蛮不讲理的样子,惹得顾影帝突然又想将人抱在怀里狠狠柔捏地冲动,男人捏紧了手指,闷闷地恩了一声,他的心底 不想拒绝这样的无理要求,反而觉得我这样好可爱,自己是魔证了吗,为什么今天见我,黎明行为举止都如以往一样,无理取闹,理直气壮,蛮不讲理,自己却不受控制地被我吸引,男人快速地挪动了身体,宽大的身形遮住了我眼前所有刺眼的光,低头带着迷惑眼神,认真注视着乖巧睡过去的家伙,这家伙,睡觉的样子倒是挺老实的,男人喃喃自语道,白小小看到这一幕,一脸蒙圈的表情,怎么回事,他不是工作人员吗,怎么还这么大胆地只是雇影帝做事,难道他不怕 怕被影帝庞大的粉丝给喷死吗,几乎是同一时间,直播间外面炸开了锅,纷纷发出弹幕,这人是谁啊,敢这么理直气壮的在哥哥面前撒野,瞧给这个小助理惯的,哥哥快点换助理,白小小故作轻松地走到顾影帝身边,俏皮地询问,顾影帝,你跟他很熟吗,男人被突来的女人打断了沉浸的思绪,清冷的眉眼微微促起,立即伸出骨节分明的食指放在薄唇上,做近身的动作,须小声开口,安静点,他睡着了,白小小震惊,他们到底是 什么关系,为什么高冷的影帝会这么小心翼翼地照顾我,不就是个普信男吗,还是跟自己一个纠缠不清的舔狗,凭什么得到影帝的另眼相看,白小小清亮的眼底划过一丝极度和不甘心,探究的眼神几乎要将舒服躺在椅子上的某人盯出一个洞来,男人似是察觉到女人不善的目光,不悦出声,白小姐,需要我请你走吗,女人这才意识到刚刚有点失态了,慌忙说道,不好意思,我这就离开,打扰了,与此同时,陆陆续续的嘉宾出现在直播间,渐渐的,此次 所有嘉宾都来起了,酷林寒见状,轻轻地碰了碰熟睡的某人,弯下腰不自觉地温柔轻声喊道,沈时言,人都来起了,快醒醒,听到男人的叫喊,我不情不愿地睁开满含水雾迷离的桃花眸,男人近距离地盯着那双镜矿下的眼睛,瞬间呼吸一致,脑中出现一阵轰鸣,心跳不受控制的疯狂跳动,耳间也渐渐涨红,这个家伙有双漂亮道令人炫目神秘的眼睛,他默默地咽了咽口水,刚准� 只起身子离开,就见这家伙竟然朝自己伸出白皙的双手,撒娇道,要抱抱